用AI辨別黨員忠誠 輿論話先測習近平 習剛離開 香港海域中國旋沉 多人失蹤 丹東又爆醜聞 核酸檢測樣本 訂爐邊 社氣北京 歐盟與印度重談貿易協定 今年首個颱風習廣東 嚴重威脅農木如葉 字幕提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3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今年7月1日 安徽合肥一間官方人工智能研究院 聲稱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術 判斷中共黨員接受思想教育時是否專注等 從而因別出黨員是否敢黨因 聽黨話 跟黨走 該消息引發輿論歪言 有網民斥該做法是科技洗腦 也有很多人留言 先與習近平測一測 合肥綜合成國家科學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 展示科研成果的短片 長約2分12秒 影片中介紹 該機構已經將人工智能技術 融入到黨的組織生活中 通過人工智能技術 可判斷黨科學習效果 畫面顯示 在被稱為智慧師靜白的設備中 測試者坐在屏幕前接受電腦測試 最後屏幕顯示出 測試得分及分析圖表 影片中介紹 該設備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 抽取黨員的生物特徵 包括面部視覺 表觀特徵 腦電特徵 皮電特徵等 裝置協同融合後 實現對黨員接受施政教育時專注度 認可度 掌握度的判斷 從而了解黨員接受施政教育的程度和效果 引導科研人員進一步堅定感黨因 聽黨話 跟黨走的信心和決心 影片還稱研究院將繼續 而優異科研成果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該短片及圖文 一日發布在微信公眾號 合肥國家科學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 目前微信已標示 該內容已被發布者刪除 但該短片及有關文字截圖 已在社交網絡廣泛傳播 對於人工智能被用於 監測儀式形態教育 輿論嘩然 大家翻翻議論 全國上下的洗腦教育 肯定要先從黨員開始吧 先為習近平測一測 如果習近平測試沒有通過 怎麼選 美國研製了測方儀 中共研製了對黨測忠誠儀 老大哥在看著你 還要用高科技探測你 大腦裡種晶片已經在路上了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曾多次要求黨員加強理論學習 建立對黨的忠誠 近年不少官員落馬 都被加上了對黨不忠誠 不老實 習近平也不斷對黨 靖、軍強調要對黨忠誠 古人說 尚有所好下必沈煙 俠肥研究院的這項研究 正在迎合中共高層的喜好 但是 由專家警告說 這種強行灌輸黨理論的做法 可能招來更大怨恨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 和國際事務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布魯斯迪克森說 如果人們被強行灌輸一種慣例 不僅不會建立忠誠度 還會建立怨恨 所以他很容易適得其反 習近平7月1日剛剛離開香港 就發生了香港海域沉船的災難 據中央社報導 中國一艘安裝海上風電機的工程船 是1號拋錨 2號在颱風侵襲下 在廣東陽江海域沉沒 多名船員落海失蹤 只有3人獲救 而中共官方對此消息離奇保持沉默 南海救助局救助消息還被下架 據香港海事處通報 這艘失事的船隻名為福景001號 通報稱 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2號 接到廣東救援協調中心通知 福景001號在香港西南約300公里的 大陸水域發生事故 需棄船及撤離船上船員 要求提供緊急救援服務 中心隨即協調香港飛行服務隊進行搜救 2號早上 這艘工程船 船身斷開兩截 大約30名船員棄船逃生 到晚上 福景001號已沉沒 據3名獲救船員透露 當時船身嚴重傾側及斷裂 他們在直升機到場前 只能找到船上圍欄 而其他船員可能被海狼衝走 搜索報導顯示 2022年7月1日下午 交通運輸部南海救助局站江救助基地 接到險程來電 某工程船在陽港溪頭港外拋錨 因今年第三號颱風潛巴臨近 船上38名工程人員 需緊急撤離上岸 請求專業救助力量援助 南海救助局發出上述通報 但騰訊網轉載後 文章被下架已無法搜索傳聞 而中共官方至今一直保持針密 在習近平到達香港之前 香港就接連發生多宗災難 包括香港地標珍寶海鮮坊尋船 以及電力公司設施起火爆炸 造成的大停電災難 外界認為是不祥之兆 遼寧省丹東市封城後 接連爆出醜聞 而7月1日丹東市又被曝光 186人的核酸檢測採養混合管 被拋棄在路邊 再次成為輿論焦點 據丹東市官方通報 6月30日丹東市新增7例無症狀感染者 當日該市開展了高質量全員核酸檢測 7月1日丹東市鎮興區花園街道 桃園社區的居民發現 該街道30日早上做的核酸檢測採養 混合管被拋棄在路邊 放置一天一夜 沒有人管理 這些樣本總共186人 當地社區居委派了一名志願者 要取走採養混合管棄調 被當地居民制止 這件事被當地居民 拍影片上傳到網上後 引起網民的關注 不少網民表示 這種防疫有用嗎? 看看官方如何處理這場核酸檢測騙局吧 186人的核酸採集樣本 丟在路邊一天一夜 這些人的核酸報告居然更新 這個工作賺錢也太快了 丹東、百姓現在都知道 當地沒有疫情 而是有妖作怪 再繼續下去民不聊生了 這件事被曝光後 當地官員被居民作出解釋稱 是社區幹部及運轉司機 由於工作疏忽 忘記採養傷 之後 社區書記帶領當地幹部 到現場給當地居民道歉 今年以來 中國各省市嚴格執行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 而丹東是封控最為嚴厲的城市之人 近日丹東市接連爆出醜聞 6月23日丹東居民王馬襲警的影片在網上傳開 此時該市有些地區已被封控3個多月 6月30日丹東市再爆醜聞 當地一名93歲老人因去醫院就醫 被社區阻止並報警 據稱老人被捕後受到虐待 此後不堪受辱 在社區門口想吊自殺 當局壓制了相關消息 歐盟與北京的關係持續降溫 但歐盟卻在停滯8年後 恢復與印度的貿易談判 香港南華早報2日報導 歐盟貿易執行委員 杜姆·布羅夫斯基斯 上星期表示 對於歐盟而言 與印度的夥伴關係 是未來10年最重要的關係之一 印度工商部長哥雅說 與歐盟的貿易會談 象徵21世紀的世界貿易夥伴關係 相比之下 歐盟與北京始終未能就原定上個月 舉行的高層經濟會談 敲定日期 歐盟消息人透露 北京當局對他們所提出的會談要求已獨不回 在2013年 歐盟曾因關稅與勞工的歐盟簽證等問題上 與印度有分歧 以致談判破局 美國華府致赴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亞洲計劃資深研究員 莫漢指出 如今雙方關係已非常成熟 雙方都力圖求同存疑 莫漢還說儘管印度始終未出現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但歐盟仍視其與印度的關係為當務之急 面對歐盟施壓就其立場作出解釋 印度當局會與歐洲溝通 並說服歐方印度處於艱難的地緣政治地區 此外印度總理莫迪也私下致電俄烏兩國元首 並不斷就印度的立場與歐洲溝通 莫漢說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與同樣未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中國相比 印度受到的衝擊不算太大 歐洲改革中心的資深研究員羅威說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 美國、歐盟和他們的盟邦都需要讓印度站在同一邊 強熱帶風暴潛霸7月2日下午 在中國廣東省莫名市沿海登陸 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達每秒35米 這也是今年首個登陸中國的颱風 潛霸登陸之時 海南、廣東與廣西等地出現暴雨級的強降雨 海南三雅市雨量破了單日歷史紀錄 根據中共官媒的報導 潛霸颱風及其隨之而來的強降雨 將對受這次颱風影響地區的農木漁業生產 造成嚴重威脅 海南星期六一度將防汛防風 應急響應提升至二級 全省鐵路運輸一度暫停 而海口和三雅機場 週有400多個航班被取消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 海南省和廣東省從星期五開始出現暴雨 星期五上午8點至星期六上午8點 海南三雅降雨量已達300毫米 打破當地7月單日降雨量紀錄 期間曾出現1小時降雨量超過8毫米的罕見紀錄 三雅的鳳凰機場因為水浸而一度暫停飛機起降 三雅市區多處街道水曼甘山 居民出行必須撐船 此外海南、洛東和瓊中兩個自治縣的單日降雨量 分別高達209.4毫米和136毫米 雙雙打破各自7月上旬 單日降雨量紀錄 在颱風前巴登陸前 廣東等華南地區已連續多個星期 受到強降雨和洪露災害的襲擊 許多房屋被毀、交通運輸癱瘓 嚴重衝擊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生產活動 根據中國氣象部門的預測 洪露災害將持續衝擊和影響中國多個省份 直至8月份 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我�� 컬러背給你 搶救給你 我很久以外 Rapid在這裡 跟軟均纏 eland Hinter 陸